来,我们来看PAPER2 PAPER2的Buget应该还没有讲呢 应该还没有讲呢 所以你可以试看看 试看看做,看你明不明白 它的那个逻辑 看看你到底可以做什么 其实每一题都可以做 它不会讲很难 只是可能会很乱 因为刚开始接触 我一开始接触这一刻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乱 有那个formular 怎么样 你不可能背得完 你就要有一个自己的方法 去背 我也有我的方法去背 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方法去背 好像你要去背 哦,chlorine chlorine,bromine,Iodine这些啊 是属于 是属于 oxidizing agent 对,是属于oxidizing agent 要不要背 Except to you 通常我是不背 我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方法 去去了解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题 看一看你 你的答案到底对不对 他要我们 我们before我们做的是 我们一定要先懂 到底这个东西 我们懂多少 based on 这里啊 我们可以懂多少东西 因为这个是redox reaction 所以 it's all about oxidation reduction oxidizing agent reducing agent overall equation 就这一些吧 所以 OK,before我们做 我们是要先知道他的化学反应 首先 Zinc OK,你可以看啊 我做的方法 考试当然我不会这样做了 考试我会大概大概写了 但是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呢 你要尽可能的把你懂的东西写下去 先看你自己记多少 Zinc加COP2SALFATE Zinc加COP2SALFATE 会变什么呢 会变ZincSALFATE加COP2SALFATE OK,before我们做啊 对啊 我们就这样switch罢了 但是为什么呢 它可以react 因为ECS嘛 对不对 因为ZN在上面 CU在下面 所以ZN呢 比较 ELECTRO ELECTRO POSITIVITY MORE ELECTRO POSITIVITY 所以 他可以抢掉COP2SALFATE 所以他把COP2SALFATE PARTNER抢过来 变ZincSALFATE OK OK 大概是这样啦 OK,我们要大概大概知道这个 呃,reason先 对吧 要让所有你做的东西合理化先 OK,然后下一个步骤我们要知道 因为这一段是reduction 这样子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reduction和oxydation 到底谁发生oxydation 谁发生reduction OK,首先 OK,首先 我们看这里的话啦 可能还看不出来 但是 我跟你讲过了的 呃,有一个东西可以很直接看 我们不可能看oxygen 因为这边没有oxygen 对吧 没有一个gain 没有一个loose 我们不能讲oxygen了 我们能够讲 oxydation number 最容易 ok,oxydation number 如果我们算oxydation number的话 就是 ZN是单单一个atom的话啦 它是lane 因为它没有charge lane cu的话呢 cu本身是cu2加so4是 是-2-2 所以cu呢 是-2 oxydation number so4其实不用算 因为这边so4-2- 这边也是so4-2- 最终它的oxydation number是没有变的 因为 调过了 蛤 调过了 Corpus ion Corpus ion Corpus是2加 所以它的oxydation number是-2 Sophic是2- 虽然它有charge 但是你一个一个算哦 它的 它的那个oxydation number也是不会变的 你可以自己算 我叫你这个 这个不难算的 其实 O叻是-2 这个O叻是-2 你会发生到oxygen 它的那个oxydation number 没有变 看到吗 Sophic呢 Sophic怎么算 哦 讲过了啊 这个 哦 讲过了就不用讲了 还有哪一个啊 第二题是吗 第二题讲了吗 有点忘记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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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r 第二题 如果这题讲过 哪里啊 还是到AC提咬 bargainb是吗 应该是哦 这个讲过 这样子就是bargainb咬了吧 剩下AC 哦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 bargainb bargainb 可说 炭炭 镇 温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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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如果 Court Lowucks, Q Biralarism rapp zames 就可以了 那么要怎样知道随性性氧氧代式 随性性升凝 amigos 我们可以看 brid brick number Mg是0 这里的 mg是加2 所以很明显 Magnesium在Under dijo Oxidation 所以巴汉氧氧氧氧氧D nazian 是mg 我们要写full names 然后mg 你喜欢的要不要写这个 但是通常我会写啦 给它好看一点 那么Buduruna就很明显咯 是zinc sulfate 你要写zinc ion也ok zinc sulfate也should be ok 没有问题的 写full name啦 ok 我这个没有写full name 你写的时候你要写zinc sulfate ok zinc sulfate 接下来这里就可以了 蛮容易啦这个4分 最后你的balance equation要balance到就可以了 ok 这边很好啊 那很好score的这一个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因为vargain b啊 我们会边讨论 答案 然后边 边看答案怎么写 当然 你后面的部分应该是没有啦 我忘记有没有给你 应该是还没有 所以 那个 那个 那个答案哦 过后我会给你的 给你 你看一看一下有没有答案啊 ok 应该是没有啦 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没有 然后我应该是收起来了 过后我在 我 我在哪会给 看有没有啊 我们讨论答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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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别看单 因为毕竟是SAT嘛 bargain A好了 bargain B好了 bargain B好了 bargain B ok 可以的 通常写名字会比较好一点 ok 然后下一题 他讲 这样 state the name of the compound state the name of the compound state the name of the compound below using the IUPAC naming system and explain why there is the differences while naming the compound 你要 tekan那么 ok 给他们名字 sebadian-sebadian berikut berikut sistem penama'an IUPAC 但让看 sebabnya terdapat perbezaan dalam penama'an ok 这一边呢 我们要讲写 我们要写 Ion2 就是Ion2消费 它多了一个E 但是Zinc 我们没有的 ok 所以给名字 一个是叫Ion2消费 一个叫做Zinc消费 Zinc没有2的嘛 原因 原因 因为 Ion它有很多种的Oxidation number 我们有Ion2 我们有Ion3 这就是你的原因 是否的 所以他答案 我们可以看他怎样解释了 我也是不懂什么答案 先要看 ok 这边 Ion has more than one oxidation number while Zinc has only one oxidation number Ferum 是一个答案 因为有两个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2跟一个3 来辨认 它到底是FE2加 还是FE3加 但是Zinc没有 Zinc就2加罢了 所以 它是不需要有哪一个罗马数字2在那边 不用太拒绝它的解释 因为 你有其他 但是它应该只有这一种解释罢了 你要讲它是Transition Metal 的话 原则上来讲也是ok的 但是你要写更detitude一点 它是Transition Element 然后它有more than one oxidation number 也是可以 就是文苏巴勒汉 现在我们看C啦 我们看这个还好 我们看C C 它讲 我们要讨论 我们要讨论 讨论 讨论 我们要看它 讨论 讨论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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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绩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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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总共 多少个东西吧 首先我要discuss 冰枪 你不知道冰枪要冰枪多少句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不要先看冰枪先 我们要有一些分数的底先 比如说他讲 我这个discuss要 in the expect of change of concentration number 所以这是冰枪的多少句我不知道 但是at least我知道Ionic equation这边 会有一分对吧 如果是我做的话 我要讲guarent 因为 总之你要make sure你的东西做足就好了 我的话呢 我会写比较多东西一点 因为我懂 因为这边我一看过去 我就知道有多少个东西可以写了 比如说我们看啊 我教你啊 做一次 你一定要懂 有时候你不要怕写多 你知道吗 你不要觉得这个答案应不应该包括在里面 你还这么想 只要你的东西没有错 他就不会 你的东西没有错 他就不会给你错 你写多都没有关系 明白吗 你不要写错 你写多都没有关系 你就这样记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你考试你这边乱 到底要怎么样做什么对吧 我们来看啊 你看我们的解释方式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要add on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我帮你add on 我可以add on下去 你看我怎么解释啊 我们有bromine跟 potassium iodide 他们肯定有reaction的 我们先知道原因啊 虽然这个不是在里面啊 这个不用写的 所以我是用红色 但是我们要理解 为什么他会有反应 原因是因为你看br跟i哦 他们都是属于group seventeen的 对吧 然后如果你compare他们的reactivity啊 reactivity啊 如果你对比reactivity的话啦 你会发现到br会比i还要reactive 因为group seventeen哦 br在上面 i在下面 当你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 i会比 当你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 你的reactivity会decreased reactivity decreased啊 可reactive分 很可能 也就是说br是最reactive 但是f是最reactive啊 f然后到chlorine 然后到br 然后再到b5 ok 所以上面去reactive 所以你要解释 为什么他可以react的话呢 我们就要讲哦 br bi还要reactive ok 可以讲bromine lubreactive lubreactive bunding 还有这个 这个是解释啦 但是在这里重不重要 在这里不重要 因为你可以看我的问题 他根本没有问你为什么他可以反应 他根本没有问你为什么他会有化学反应 对吧 他只是问你要你要你解释那个process吧 对吧 要你解释 bing down the process 不了 不用回答为什么可以 所以我就不care了咯 我就不care了 但是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啦 原因 所以他有反应 所以 他会把k抢过来变成 kbr 加 2 加 i i一定是2啦 因为group 17都是diatomic嘛 所以一定有个2的 然后balance equation就可以了 ok balance完了过后啊 通常咧 因为我知道他要我解释oxidation number 对吧 items of number for oxygen 所以我会怎么样呢 我会 我会这样啦 我会一个一个算 比如说 你不用你不用太担心顺序要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要担心的是你要讲 你写的出来就好了 通常告示都可以对的 比如说 哦 我可能会这样写啦 ok before reaction 我不懂发生是怎样啦 i totally don't know so before reaction br 他的oxidation number 是0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i- oxidation number 是1 i i是1 但是after reaction 因为他要我们解释oxidation number 那我就先讲 before reaction 跟after reaction 他们的那个oxidation number是怎样先 ok after reaction 哦 变成br-了 对吗 br勒 他的oxidation number是-1 i勒 这是i2吗 他的oxidation number 是0 ok 如果你根据这个话去反应哦 你看br跟br啦 很明显啦 他从0变-1 意味着是reduction 那么我就会写咯 哦 哦 或者是你可以写 br-2 is reduced 对吧 is reduced and become and become br- due to oxidation number decrease 对吧 因为我们要解释 in terms ofoxidation number 啊 你要讲bromine 啊 底度论感 人家的 啊 ion bromide 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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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咯 啊 这边是不是解释到他要的东西 然后再解释这个东西 再写这个 i- i- 跟i-2 一样的东西啦 ok 就写i-2 被oxidized is oxidized d is oxidized and become iodine due to oxidation number increases 所以它是被v 或者是你可以写br-2 i-undergall oxidation 也是ok 对吗 undergall oxidation 也是ok的 看你要讲解释 然后最后我们再写 它的ionic equation 所以如果总的来讲 总的来讲 哪里哪份啊 就这里 你算好好 或者你要把它扣买一句也是可以的 讲真的 没有绝对的答案 你不要太在意 你只要写到他要的分数 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最后再给他一个ionic equation就可以了 啊 他要ionic equation是吗 我看看 double check啊 他是不是要ionic equation 哦 他要ionic equation啊 ionic equation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要ionic equation的话 通常我会给多一点东西给他 给他 给他 给他做啦 比如说 我这个例子啦 你看啊 我的第一个 我做assave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一题啊 我先写equation先 我不管他 我不管他他要不要 我照写 对吧 他要给分就给 不要给分就算 因为他要的是ionic equation 其实不写也没有关系 因为不在分数里面 但是 我头脑要知道嘛 对对对 那我写反正只要我没有写错就ok了啦 然后 过后我就会写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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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凑买一句的话啦 就是这样子咯 BR2 Undergo Undergo BR2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零 变成简易嘛 所以Undergo Reduction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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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R1 R2 R2 R1 R2 R2 一句里面有包含很多很多很多资料了嘛对不对 然后第2句你就会讲 i i i- Oxidation repeat repeat啦 变成i2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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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从-1 变0 看到吗 everything repeat了 这个时候然后我们要写什么我们要写Ion equation对吧 Ion equation有意向吧 那怎么可以做 就是 把它割出来 BR2肯定割不出来的因为它不能Ionize 进水 所以BR2 let it be 但是这边有两个I- 这个K会割掉 最后变成 这是它的Ion equation 两个BR2 sorry BR2加两个I- 变成 两个BR- 加I2 这是我们的Ion equation 这个时候是你就会讲 够不够分数啊 那这边有 1G 对吧 然后这边有 1G 这边有1G 这边Equation 但是Equation 你大概有一个心底了 就是它们有分数的 对吧 这两个一定有分数 但是这边 Maximum都好 最多给我3分 4分对吧 但是还要4分 但是你用保险期间的话 要怎样 我通常呢 我会再写多一点啦 我写它的 Half Equation 我们可以写它的那一个 Persama Sephalo 是吧 Half Equation 比如说BR2 变-1的话 它的Half Equation 是BR2 加两个Elektron 变成两个BR 我多这个Half Equation 我用 我用10秒的时间 就先出来了 对吧 做一个Support 安全啦 这样子我就有 at least有一个 这样多具一个中心 1 2 3 4 5 6 看到吗 我有6个东西 它怎么可能 会想要不给我分数呢 现在我又跟你讲了哪一个 我又解释了Oxidation number 这边也讲了啦 就 其实这两个其实已经 倒手了啦 因为它有6分 对吧 所以就再写多几个东西给它啦 反正这两个东西不痛不痒 三两下就搞定了 写完了过后 我们来看对比一下答案 我也是不懂答案的 我也是现在才做吧 但是我们来看 它的答案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呃 呃 未来啦 在哪里啊 有个答案 对 我们来看 OK Bromene water undergoes reduction 对吗 mengalami penurunan 然后 Oxidation number decreases 我没有讲 decreases 我讲change It's ok嘛 没有关系 从零到减一 另一个 从减一到零 解释了这两个 再写equage 再写ironic 其实已经够分数了对吗 我这两个 只是 稳一下啦 因为我害怕嘛 你写都没有关系的 只要对 它就会给你对了 全部都对 然后就算你6分 没有讲 没有讲很难的其实 诶 Essay 还蛮好score的 你只需要 写多一点 好过写少一点 就对了 Bio 全部都一样 Physics 那些都是一样 写多一点 好过你写少一点 少一点 人家怎样给你分 写多一点的话 人家可能还会 看到觉得 嗯 还可以接受 就给你对 OK来 我们看下一题 OK 这边 我们看我再做一次 啊 他讲啊 这个是 setup 我们有 Sd5 potassium magnate 7 我们有另一个是 potassium bromide solution 然后这边有 Galvanometer 拿来测量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Current 我们的这个 是什么 Rus OK 然后这边中间有一个 Divry sulfur axis 他只是 给他 Complete circuit 罢了 好像 Sort bridge 的那个概念 这边呢 他要我们得angkan process beroxidaan process beroxidaan dan reduc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electrons at a distance 我们有一个 Beroxidaan Electron Peroxidaan Sort to 加达 然后 Your explanation should include Oxidizing agent OK 来 我们看啊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他要我们得ang process beroxidaan dan beroxid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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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on Peroxidaan Sort to 加达 I explained the process of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for the transfer of electrons at the distance 看这句的话啦 你就应该要明白 到底要解释什么东西先 对吧 你要大概大概知道一下 不然的话你看后面也没有作用 这里的话我看到 permini electron 跟electron扯上关系的oxidation和reduction是什么 就是lose 跟gain electron罢了 就这两个结果 对吧 所以我就 我就大概大概知道你要我解释lose跟gain啦 OK 就这样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再看 这边最多最多两分嘛 对不对 解释lose跟gain 两分 我们大概大概啦 给一个打底 分数 两分 然后再继续 第2个 Your explanation should include 我还要包括什么 oxidizing agent 跟reducing agent 对吧 对吧 呃 本的让让让我们还要解释什么 agent oxidat 跟agent OK这边又两分 还有多一个什么东西 还有多一个 叫做 阿拉本盘盘 对吧 directions of Electron flow Electron flow就是从哪里flow去哪里 这边又一分 还有两分去哪里 对吧 还有两分去哪里 oxidizing agent这边不可能要多一分 reducing也不可能 Electron flow也不可能 所以剩下来的就是 你的oxidation 跟reducing这边 应该要再加多两分 这样子它才会满足气氛 看到吗 当你 知道了 这边at least要4G 这样子 本oxidation 本oxidat 跟本轮胺 各两G就好了啦 那么写的时候要怎样 当你明白了它的分数 分配到怎么样了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 进行那个 进行那个 解释 我会讲解释 来 一样的 before我们看答案 对吧 你可以先试一下 你可以写什么东西先 看你写的出吗 你可以尝试看看 你觉得 你可以写的出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有东西要写 你可以写在那边啊OK 我这边会边做 边看 首先我看到这边 Protection Bromide Bromide 是比R减来的 所以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 这个bromide它是可以 把electron吐出来的 看到吗 这个bromide 比R减呢 它是有能力 把electron吐出来 这是超高的 我会写一个超高 在这里哦 它可以吐electron 所以它会把electron吐 吐吐 然后 另一边就收electron 对吧 这边是 Telectron 所以其实我已经懂 electron怎么跑了的 electron大概是 怎样跑 我已经懂了 现在问题是 我要知道 BR减肯定可以丢electron吐 对吧 我第一个会想到 我还可以丢electron 因为它可以变成这样 两个br减变成br2 加 两个 两个electron 我们需不需要解释observation 不需要 因为它没有要你 讲observation 它只要你解释 oxidation的process 所以在解释的过程我们可以写多一个half equation 你的那两分两分呢 对啊 那extra的两分要怎样来 写half equation呢 要搭底啊 弹圈期间的话 写half equation 所以我们就 OK 首先 OK 第一个 我会先讲 因为它主要是解释 oxidane reduction 我们就要知道 哦 这一个bromide 它会 undergo undergo 我还要先说 short card unde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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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它会undergo 这个 reduction 所以 oxidation 它会undergo oxidation 然后 从什么变什么呢 undergo oxidation 变成br2 对吧 然后 因为你要解释什么 你要解释lose 跟gain electrons 所以原因 它在lose还是gain br-br 意味着它在lose lose electrons 我就随便写sort form先啦 然后我们再写它的equation啦 br- 加br2 变br2 加两个electron 对吧 还可以理解 下一个 另外一个soul electron 这个分数高应该是在这里了 因为它是 sd5 potation mg7 不懂你有印象吗 sd5potation mg7哦 它是的确可以 它可以undergo reduction的 OK 这是acidified potassium mg7啊 所以 acidified potation mg7 它会undergo reduction 来变成什么呢 mn 2加 等一下吧 mn2加 然后 gain electrons 对吧 OK 麻烦在这里吧 它的这一个 half equation要怎么出来 如果你有印象 你是需要背的 你只要知道一开始是mn o4 变成mn2加就好了 应该是2加了 我的印象中 然后 我们开始balance 先balance metals 然后balance o balanceo的时候 我们是填 h2o 这边有4个o 所以右边我们填 4个h2o 这边有8个h 我们左边我们填 8个h加 填h加 然后 最后 最后balance electron 有印象吧 先balance metal 然后再balance oxygen 然后再balance electron balance electron 的时候 这边应该是加5个啦 suppose 你 这边 这边8个h加 下一个 是不是我这个mn错了 mn加 这个要开equation 这个东西要背哦 这里这里这里 mn 这是chrome吗 我要magnin magnin在这里 哎 mn在加 没错 5个1 看到吧 5个1 你可以balance 左边这边有加2 这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 加7的 因为 8个加 再结1个 变成7个加 所以7个加 跟2个加 我要放electron 放在左边 so that 他会把这个加7 降降降降降 降到去加2为止 左边 左边右边就会balance 所以加5个electron 可以balance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half equation 写了这个过后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写 谁是agent box 的啊嘛 对不对 我叻 一样的我这些东西哦 就是我全部会写在一个 whether是超高 或者是写在 那个question paper上面 我大概大概圈起来就好了 因为我要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能力 score full marks on这个question 这边 oxidizing agent 很明显啦 是这个咯 oxidizing agent reducing agent that's it 然后electron flow 你也懂了 electron flow怎么样 从右边 去左边 这是electron flow 那就搞定了啦 这就是分数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开始看他的 他的那个 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 解释的时候 第1个 先讲 他讲bromide 以前也是一样 bromide oxidation release electron bromide 没有分别啦 对吧 Exactly the same Boxidat案 Mullabaskan electron Mumbent of Bromine 然后我多了这个东西 诶 其实很安全的 你写了控制是很安全 你都不懂 那个derang这个要不要写 前面又要写 这个又要写 安全起见 是不是都要写 总之 安全起见的话 所有的burnerang 你都写 就100%不会错 然后 都写这个afiquation 看到吧 前面又没有写哦 刚刚上一题就是没有写 你看 上一题又没有写哦 这个又要写哦 就弄乱你了 所以安全起见 都写 就一定安全 下一个 Meghanix 7 Undergal Reduction 然后变成MN2加 对吧 Undergal Reduction Burnurnal 然后它是 Menerimal Electron 这是重点啊 因为它要你解释 Electron怎么好 然后 呃 变成Ion Meghanix U啊 但Ia啦 这个有没有写没有关系 主要是Meghanix 2Ion 然后这个是它的 Half Equation 有写也就安全 然后 最后我们在写 Electron Flow Electron Flow 是从 Petition Bromide Flow过去 Petition Magnus 7的 OK 右边去左边啦 但是我不可能写 From Right to Left嘛 我们要写字 从哪里去哪里 它这边呢 它是讲从 从从从从哪里来 到 通面 去到ร如短 Galium Magnus 兰藤 去吧 所以答案是讲完了 OK 答案是这样 然后在写 agent 3, 4.41 Ion Meghanix 或者是 Porter Galium Meghanix 也可以 OK 就是 Petition Magnus 7 也OK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reducing agent 对吧 bromide ion 或者是 potassium bromide solution 蛮好score啦 这是一直repeat的东西来的 其实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只是乱在哪里乱在 你知不知道 它会lose electron 就是我这么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是bromide lose electron 你要知道 我知道bromide有成本lose electron 我知道它可以 但是另一边愿不愿意收 有没有这个能力收 就让你自己想 因为我知道potential mechanism 7 它前面有那个electron 我记得 我记得它前面这边 它的equation里面 它前面有一个electron 前面有一个electron 所以我知道 它有能力收 那么bromide又想要丢 那么它就是一个 reducing agent ok so ok 还有bargancy 还有bargancy一点点 等我讲完bargancy 我们就可以开始继续上课 开始继续上课 在last that one minute了 再join进来 我们再继续讲bargancy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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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觉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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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